嗨 来友们大家好 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前两天连续发了两期有关于惠兰指叶梅了 前一期只剩了一苗的叶子 然后揪出来的根是空的 隔了一天 我没忍住剩下的那一苗 我把它苗子剪掉 然后把根揪出来 根是蛮好无损的 然后我又发了一个视频 求教兰友们 这两期视频有很多兰友养的专家 给了我一些好的建议 其中河香不一 他说水多了 炉头死了 养不活了 扔了吧 还有一个烈酒扶来 说是心腹病 扔掉吧 有一个名叫农梭小院的兰友 说 看我也是一个爱兰之人 开春了给我寄几颗他们那里的春兰和惠兰 让我试着养 非常感谢农梭小院这位兰友 对我的支持和关心 这个河香不一呢 说是 他刚开始养惠兰 也是没养好 前几年他最怕养的就是惠兰 没有养过一年的 有一位一路风景的兰友说 新晋的兰花如果是下山草 还是比较好养的 如果是大棚草或者是科技草就难养了 它很难适应自然的养法 它的根粗质 叶苗肥状 就是种肥 种药和激素的结果 再加上温湿度的调控 普通人是没法掌握的 就算不死 它也是病泱泱的 半死不活的 有的经过长达一两年的时间 才能重新适应 所以挂了不足为奇 他说的很客观 我也觉得我那盆惠兰 就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养到现在了 一个冬季过来了 逐渐的挂的 不是一下子或者金服病的话 它是整个都特别快 它这个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挂的 所以我认为他说的比较客观 跟我心里头想的和我的观点都一样 还有一个兰友说 养兰花的盆太大了 干湿循环不好 浇水后长时间不干 形成潮湿梦耕 大苗种大盆 小苗种小盆 但是我贵兰的这个盆也不大 它是个长口的一个 不太大的一个盆 当时十几苗嘛 种在这个盆里 不算大盆 还有一个伟大的爱好 这个兰友说 跟盆和质料种植都没关系 跟浇水有关系 浇一次大水 然后表面见干 盆小水 根据种植环境 几天再盆 经过几次盆水之后 再浇一次大水 循环往复即可 以后我就要采取这个办法 因为新疆确实是太干了 盆面干得太快了 我最近也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个网友说 兰花很耐旱的 惠兰没有炉头 靠根积累养缝 所以根系比别的品种粗长 空根的原因很多 种源的问题 质料的问题 浇水的问题 通风的问题 环境的问题 见人见智 最好找个有经验的 兰友现场看一下 我们这没有 种兰花的专家 也没有种兰花的大户 还有一个网友说 惠兰大壳的很难养活 要封城两三秒 一定能灾火 我当时没封 直接十几秒 一起养的 还有一个金涛拍案 说曾经养过一种 惠兰是四川的朋友 寄给我的 全是大白根 我与你的情况是一样的 只是十几秒 死了三分之二 下三草非常长 根是席地长 当时还有花苞 现在养了两年了 依然没有花苞 我查了相关的资料 就说惠兰即使养活了 他换个环境 他很难复化 所以我决定放弃养惠兰 没信息了 受打击了 有一个呱呱 豆豆说 惠兰蓄水量比春兰大些 较春兰的浇水间隔 缩短两到三天试试 我网上看到的说 是惠兰比较耐旱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给他推迟 就是跟别的兰花是一起养的 一个河湘不依 这个兰游说 本来我对惠兰已经没有了信心 以前养多少死多少 后来换清植料 养活了两盆 今年又拾回了信心 当地没有人敢养它 下山的时候根本来就不好 不带花的又不挖 开花好的又舍不得卖 养几个月没了 花不好的没人要扔了 反正没人养到复花 对就是 惠兰特别不好复花 我对养惠兰也失去信心了 以上给大家选择了一些 比较适合的 比较经典的一些 养兰的一些经验 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我非常感谢这些网友 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我是一个养兰新手嘛 去年才开始入手兰花的 所以我要在不断的学习中 不断的进步 在新疆 把兰花尽量养得好一些 在家庭养兰 从养蒲草开始 把我的兰花养好 让它开花 慢慢的慢慢的 积累经验 以后 看看能不能 拾回养惠兰的信心 这一期就给大家 录制到这儿 感谢各位兰友 在评论区 给我的评论留言 非常感谢 这期就录制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